哈喽大家好,我是金姐 好久没有吃玻璃饺子了 今天我就趁着自己在家闲得无聊 做个玻璃饺子吃 记得我第一次用那个木薯粉去做玻璃饺子 就全球失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是用木薯做的 所以说呢,惊得咬不动 最后把那些东西全都给浪费了 今天呢,我再次用木薯粉做一次 看看做好做不好 以前呢,我老是用白面做 今天我们用油面做的 把上半碗油面 然后用开水把油面和起来 只要油面它能全部残在筷子上边 这个水和油面的比例就是刚刚好的 油面这个面团呢,我们弄好以后 现在开始把木薯粉往里边加上一碗 用小碗瓦上一小碗木薯粉就可以了 像这样我们下手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有好多人们一般都是把这个木薯粉和面粉放到一起 然后再用开水一火面 木薯粉放到和好的油面里边 我们一定要用手给它揉光柳 像这样就可以了 面已经揉好了,现在我们来做一个馅 把切好的小猪肉块放到料理机里边 然后我们给它打成肉馅 肉馅已经打好了 然后我们给它倒在盆里 韭菜我们先给它切成段 今天呢,所有的食材我都用这个料理机去打一下 韭菜打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给它倒入装肉馅的盆里 然后再把这个胡萝卜用料理机给它打开 胡萝卜呢,我们可以给它切成小块 这样呢,打出来的胡萝卜颗粒比较匀 切好的胡萝卜块装入料理机里边 然后给它打碎 然后再把它倒在装肉馅的盆里 这个胡萝卜打得不错 然后就是这个韭菜吧,打得有点不太匀 现在呢,我们的馅儿就已经打好了 然后给它来拌一下 先倒点胡萝卜 然后倒一点老抽 来点盐 然后来点花椒 来点鸡粉 然后用筷子我们给它搅匀就可以了 好了,现在我们这个馅儿已经拌好了 然后给它放到一个大碗里头 这个馅儿呢,就做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这个面团揉一下 吃一顿也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上次失败了 这次呢,其实也是抱着特别侥幸的心理 看看怎么样 我估计是应该差不多了 先把这个油面团给它揉成一个长条 然后再揪剂子 然后再揪剂子 下剂子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用手揪不匀的话 可以用刀切 然后我们再把剂子给它揉圆 压扁 这个饭呢,是特别的好吃 有时候我们去饭店里边要点这个水煎饺子的话 它里边因为佐料放的不是太多嘛 所以说吃起来没有咱们家里边自己做的好吃 剂子已经全部下好了 也揉好了 现在开始擀皮 因为我们里边放了木薯粉 所以说我们这个皮是特别筋道的 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擀的薄一些 皮擀好了以后呢 我们先找一个笼 然后给它抹上一些油 这样的话呢 这个饺子它不容易和这个笼沾到一起 现在呢就可以包饺子了 我是先擀了一半的皮 包完这一半 然后我再去包另一半 其实包这个饺子呢特别好包 现在这个皮特别有弹性 摆放饺子的时候一定要控上一定的阶线 饺子呢已经包好了 现在我们上锅蒸 把笼屉放入锅中以后 我们盖上锅盖开始用大火蒸 一般呢上了大气以后 再蒸个15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木薯粉的饺子呢大概已经蒸了有15分钟了 我们来看一下 解锅 嗯熟了 饺子已经蒸好了 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个油面子 所以说呢看起来有点发污 它这饺子多筋道 给大家看一下 我做的这个木薯和油面做的这个玻璃饺子 虽然说它没有那么的透明 但是呢这个特别的筋道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先尝一下今天这个做成功了还是做失败了 嗯 皮的口感特别好 吃这个饺子的时候呢放一点醋 加了木薯粉的这个油面饺子皮更筋道 入口特别有嚼劲 做起油面 其实有好多人都不陌生 用油面做出来的各种饭都特别的好吃 如果大家想做出来是那种透明的 可以把馅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那种 大家就用白面去做 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有喜欢吃辣椒的 里边再放上一些自己做的这个辣椒油 会更好吃 其实今天我做的馅和以往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平时我要吃油面饺子的话 里边我指定会切上一些土豆小颗粒 哎今天这顿饭又吃美了 如果大家也喜欢吃这种饺子的话 不妨可以试一下 用木薯粉和油面去做一下 这个皮是特别的软就是特别筋道的 吃到嘴里呢这个皮是脚感十足 而且那个馅也特别的香 油面呢它属于一种粗粮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多吃一些油面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尤其是糖尿病人 多吃点油面 本身因为它里边的含糖量是比较低的 像这样的饭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的 因为以前我要如果吃的话 几乎都是我妈给做了 现在呢我必须得自己学着去做 而且第一次我用木薯粉做的失败了以后 其实我是特别恐惧再做第二次 我就不想着再去做了 但是今天由于特别想吃 所以自己又尝试着去做了一次 今天做的真的非常的好 人们经常说的那句话 失败是成功之母 也许真的是那样 如果没有第一次的失败 也许我现在都不知道 用木薯粉也可以去做饺子 木薯粉比土豆淀粉要好的地方 就是它更精道一些 如果我们平时要做这个 玻璃饺子的话 可能要挖土豆淀粉的时候多一些 但是挖这个木薯粉的时候 你稍微少一些就可以了 但是呢它这个口感是一点都不输土豆淀粉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着做一下 有时候做这种饭呢 会做的人真的是特别简单的 而且像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用再去安排其他的菜了 这些就有这一样就可以了 吃饺子的时候呢 再别忘了就一碗蒜 然后倒点三心老层醋 那样的话口感会更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拜拜